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元宵后的第一天,一件悲痛的事情发生了。 2021年2月27日,68岁,中国香港著名艺人吴梦达因为肝癌,抢救无效去世,永久地离开了我们。 2月27日中午,港媒再次传来吴梦达的最新消息,称吴梦达情况再一次加重,目前已经转入ICU病房。 在此之前,好友称吴梦达此次情况估计有点危险,医生不仅通知了其家人前往医院,并且好友田启文也在第一时间赶往了医院。 近日,还有不少好友,到医院去进行探望,吴梦达多次向好朋友,讲好痛,好辛苦,当时他每隔四小时,打一次马飞止痛,但已起不到作用。 他手上拿着柠檬,不时试一试,以刺激,口腔分泌口水。 艾薇透露,也增吴梦达病情,先是注射马飞,然后插上呼吸机,又打了强心剂,并表示妻子和儿子都在身边。 好友田启文也称,吴梦达也没料到自己病情这么严重,以为会变好,此前并未立过遗嘱。 没想到,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,吴梦达还是没有逃过病痛的折磨,永久地离开了我们。 据悉,吴梦达,于2月21日下午,被报道,应重病秘密入院,在医院肿瘤科住院。 几日后,手术成功后,进入化疗阶段,虽然身体很虚弱,但是身体,在逐渐恢复。 吴梦达好友田启文,也多次向外界不断地透露,吴梦达的状况。 2月12日,吴梦达还现身,王牌对王牌的节目。 他还在节目上,解释自己此前,拍戏心脏不舒服,还痛苦五胸的原因。 吴梦达称自己的心脏,是由于遭受到了病毒,还表示无奈很多事情,还没有去做。 据悉,吴梦达曾在2014年的时候,因为病毒感染,导致心脏衰竭。 当时也进入了加护病房治疗,最后还是抢救成功。 当时的吴梦达因为突如其来的病情,导致自己暴受。 自从吴梦达走了一遭鬼门关后,他的身体便一直是欠佳的状态。 2017年,吴梦达还参加过《流浪地球》的拍摄,但是当时也由于身体原因出现了小状况。 因为电影需要穿上70斤的服装,导致吴梦达呼吸困难,每天在片场需要吸氧。 不仅如此,吴梦达在《流浪地球》还需要吊威亚,进行高难度的拍摄。 但是吴梦达并没有因为身体不适而停止拍摄,而是坚持拍摄完。 收工的时候,吴梦达却流泪了。 他感叹,这是从业48年来最痛苦的一个戏。 在2018年时期,吴梦达接受媒体采访时,曾自曝自己开始受到糖尿病的困扰,不仅自己辛苦,身边的亲朋好友也非常辛苦。 从那之后,六十几岁的吴梦达开始每天强身健庇。 达叔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戏骨,给大家带来了许多作品,如《渡圣》、《武状怨苏起儿》、《楚流香传奇》、《执法者》、《陶学威龙二》等等。 很多影视剧都有吴梦达的身影。 吴梦达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艺人。 尽管身体不适,依然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拍摄任务。 当得知自己心脏出问题时,还是星系观众,几年没拍戏了,感觉距离观众越来越远了。 这样的艺人相信,大家也不会忘记。 资人已是,英勇尤哉。 达叔是港剧黄金时代的代表性人物,也永远是大家心里的最佳男配角。 希望68岁的吴梦达一路走好,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的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